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影片呢 一样是澎湖游玩的影片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计划 想要去西域湘玩的话呢 就可以看今天的这支影片 今天的这支影片呢 就将会带大家一起去西域湘玩咯 那我们的第一站呢 就会去二坎聚落那边 我们现在到达这个二坎聚落啦 我觉得这边的聚落跟刚刚在南辽谷处那边的很不一样了 二坎这边的房子比较多都是用红砖 然后这让我有一种像是在看台剧的那种感觉 尖鱼和生鱼片也是蛮多人推荐的 五番鱼 然后这边是针雕 鱼哥 鼠舌 一部分都是棉 那我们刚刚尖鱼 你就从浅色吃起就可以了 好 牙蝦有黑人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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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來買這個杏仁茶 杏仁茶的這一面就是這個作香的地方 杏仁茶 我們就隨便找了個小橡皮 來吃剛剛買的生魚片 剛剛老闆是說先從最淺色的地方開始吃 期待魚 給大家看 他這樣子要五百塊 我覺得蠻大份的 但這些魚都是我沒有吃過的魚 嗯 很好吃的耶 我原本生魚片只吃鮭魚的 但我覺得他這邊的生魚片我都敢吃耶 好吃 我們現在在抵達玄武岩啦 人超級多的 玄武岩這邊啊 我從網路上看照片都會覺得超級漂亮 但是人到現場之後呢 就覺得跟想像中的有一點點落差 玄武岩這邊呢 人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你要拍到很好看的照片的話 可能要花蠻長的時間等人潮稍微走了一些 或者你就是要找一些小角落拍攝 這樣子就比較不會拍到人 但整體來說呢 玄武岩畢竟是澎湖的一個特色嘛 所以大家如果來澎湖的話 也可以將玄武岩這個景點排進你的行程裡面 我們下一站呢 來到三仙塔這邊 由上往下看這個漁港 真的超級的漂亮耶 如果我今天沒有來過澎湖 然後你給我看一張這裡的照片 我真的不會覺得他就是在台灣耶 去過三仙塔之後啊 三仙塔這個漁港 簡直容等我整趟澎湖之旅印象最深刻 也是最漂亮的一個景點 真的推薦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一定一定一定要來看這個漁港 大家我們現在下一趟來到這個萬安耳炮 萬安耳炮其實是一個假的炮台 建造這個的目的呢 就是為了讓敵人誤以為這是一個真的炮台 讓他們將子彈發射到這邊 那這樣既可以減少敵人的子彈 又不會花費太多的精力和裝備 所以這裡算是一個歷史文化的景點 如果家裡有小孩的話 我覺得可以帶他們來看看澎湖的歷史文化 嘿大家今天要去我們最後一個行程 那就是金魚洞 今天走完金魚洞之後就結束今天的行程了 我們明天就回台北了 是早上的飛機 所以現在這個行程算是我們最後一個景點 我也要帶隊身邊 所以現在不要太多賺 去參加這裡 坐渡宅 不用命 沒有看 我們真的不可以 在這陣子裡 還有這個地方 我剛剛看見 我真的覺得我來填塗我的頭髮是從來沒有在完整的狀態 也是被那個風吹到很乾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